使用3C的一个比例 男性还是大于女性 而我们在新店区 其实三个巧克力经营很多年 依据我们以往的一个经验值来判断 目前在新店的整个用餐的顾客比例 男性跟女性大约是7.3 那第二个原因点 主要这边有很多的科技园区 科技园区的上班族们 在使用3C的接受度也比较高 加上我们支出点餐的多元支付 也都是这些课程的接受度会比较快 我们也不断地希望能够创新跟进步 所以都常常会有商品面的一个新品上市 以及在店面装潢的部分 也都希望能够更创新 整个店面的装潢走简约 有自己家造咖的那种感觉 就希望能够让顾客回到这里用餐的时候 好像在家吃饭一样的亲手之战 我们也构想了一个全自助的用餐流程 所以会有一个自助点餐的系统 光是门口的整个一个自助点餐机 我们有设置了三台 在我们的大部分课程是上班族 他们最在意的应该是中午一小时的用餐时间 能够多快地享用到我们的午餐 那我们这样的构想希望能够简短 顾客在点餐的一个时间点 另外我们还有QR Code的线上点餐 让上班族都能够在办公室先讨论好 在线上点完餐 只要到门市做快速结帐 大约5到7秒钟就可以结完帐 再等候餐结的食用 牛肉面是三样巧福的传统招牌食 我们拥有它原本汤头的基底 再增加了许多蔬果来做熬制 让它汤头的风味更提升 我们中央厨房也帮我们制作了更Q弹的面条 然后专属于我们目前的巧福拉食 目前我们的特殊餐点在干面类的话 有一个牛小排的蓝面 蓝面的话它是运用了 我们制制的一个干面酱汁以及辣酱 调和了香浓的芝麻酱之后 能够拌出一个很独特创新的口味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牛肉汤饺 其实牛肉汤饺在多年前巧福也卖过 只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设备的一个比较克难一些 所以当时也冷痛先下市 所以一样的一个构想 希望在这里能够再提供给图客 这样一个牛肉汤饺的一个美味 那我们其实蜘蛛奶茶的特色 它是走古早味 所以非常强调茶类的香味 它运用了三种茶叶 不同的比例去泡制出来 所以它的香跟酷跟色的部分 其实都有它古特的味道 我们明年度的规划 第一步还是会在台北市展店为主 那主要的针对商圈还是会以科技园区 例如我们的内湖区 那以及在整个节目洞线的部分 像是南京东路 只要是人潮聚集的点 都是我们未来发展优先考量的一个地点